大家好,我是何旺志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准备好了吗? 我要对亚军发起冲击了 最后一期了嘛 然后我非常荣幸能成为一名错误演员 小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能干这个 小的时候老实问 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大家都想成为科学家 发明家 天文学家 轮到我 我说我想成家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都没有实现各自的梦想 但他们都实现了我的梦想 有的人甚至还实现了两次 当然那会儿也有其他的答案 就那董事长同学主动站起来说 老师,我长大了 想当一名教师 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人 我心想 这小子就是有董老师的天赋 当时就教会了我做人 小时候有两个梦想嘛 第一就是当宇航员 第二就是当小卖部的老板 因为你上课刚幻想完 什么火星,土星,金星 谁的引力更大 下课之后就发现 引力最大的还是小卖部 小科学家,小宇航员 全给吸进去了 小天文学家还说呢 你看这个辣条 真是辣的人眼貌金星呀 后来长大了就得找工作嘛 我的第一份工作 跟卫星还是有点关系的 电话销售 卖保险 也就是在那会儿我发现 我有当喜剧演员的天赋 因为每次打电话 基本上就那么几句话 你好,人生常有苦难 别让自己留有遗憾 我们的保险与您相伴 非常期盼 一般第四季说到一半 他就挂了 我心想我说了个啥呀 三句半 我们那会儿培训 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结尾一定要说一句 祝您生活愉快 但没有人有耐心听完 我耗面子 对方挂了 我还在那儿对着空气 继续演 我说明天下午联系吧 上午我比较忙 祝您生活愉快 然后同事都跑过来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为什么我说就没有人听呀 我说诀窍就是 你不要太把客户当回事 你就当他们不存在 培训的时候 老员工跟我说 电话销售 没有技巧 就是硬着头皮打电话 拒绝了你还打 拒绝了你还打 我一听啊 骚扰电话呀 我可太擅长了 上学的时候 我给你同学打个电话 哪怕就是正常问个作业 他都会说 我有喜欢的人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但骚扰电话这个 我只擅长骚扰 并不擅长电话 有次打打的 客户突然问 那你给我介绍一下 你们都有什么业务吧 我一下就不会了 我说我是新来的 我现在只学会了骚扰 就挂了 他又打了过来 我说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当然做这个工作 内心很矛盾 因为在我听来 对方说我不需要 就是明确地拒绝 但领导说 客户说他不需要 但其实他需要 你只要连打三次 他的想法就会改变的 领导说得没错 打到第三次的时候 确实他不说我不需要了 他开始骂人 你要不要脸 我说我不需要 我干电话销售那会儿 几乎天天挨骂 而且公司对我们 每个月的通话时长 还有考核 时长越长 奖金又越多 玩不成的话就扣钱 扣了一个月的钱 我心里就开始扭曲了 我经常就是一边被骂 一边又舍不得挂电话 他一骂我 我赶紧呛他一句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呀 我说那你具体就说 到底有什么病呀 后来我甚至就寄了一个 爱骂人 还爱接电话的手机号码 只要通话时长不够了 就给他打电话 越打越气 越气时间越长 当时那一串手机号码 就是我最早的财富密码 而且因为以前被骂了 也不敢跟领导说 你跟领导说 领导只会再骂你一遍 你现在被骂了 你跟李旦说 你说哥我前两天被骂了 哥我前两天被骂了 李旦根本听不到 因为骂他的声音太大了 他顾不过来 最后呢 我也很感谢 电话销售那个职业 不需要我 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 虚虚叨叨地讲这么多 还没有人打断我 谢谢你们愿意 听我讲完最后一句 祝你们生活愉快 我是何王志